一进莲藕半斤冻,实在太亏了,做成炸藕盒,一个慢两毛,转翻了,5块钱莲藕切片,8块钱肉末按字幕上调味,搅拌上劲,肉末中间加藕,准备一包酥肉粉,加适量清水,调成酸奶状面糊,裹上脆皮糊,6成油温下锅,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,又香又酥,太好吃了,土豆你还在炒着吃吗?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,而且超好吃,土豆切成片,上锅蒸熟,加白糖,压成土豆泥,糯米粉,和成一个面团,就一块团成圆球,过下蛋液,准备面包汤,包裹均匀,6成油温下锅炸一分钟,香酥软糯的土豆脆皮球就做好了,拿去哄孩子吧 今天你要是把这道菜学会了,你的家人肯定夸你是大厨,生菜切去根部后一片片包开,水力放点盐,放入生菜泡泡洗去表面残留,每天都在用心的浇作菜 麻烦您给个爱心鼓励一下,非常感谢,锅中水开来点食用油,这样能让生菜保持翠绿不发黑 生菜只要烫个几秒就迅速捞出,摆入盘中,碗里放红椒圈,蒜末,热油腔腔,做白灼菜少不了这个白灼汁,同样方法还能做白灼鱼,白灼虾等,最后淋在生菜上 一道脆嫩爽口的白灼生菜就做好了,喜欢就赶紧做起来吧 女朋友每月那几天想喝奶茶,担心太凉了家众姨妈痛,你就给她安排这道姨妈汁有红豆饮,小半碗红豆,加清水洗掉表面灰尘,倒进锅中,加一勺西米 切记一定是加刚烧开的开水,不然西米会融化,水可以多一点避免糊锅,扣盖煮40分钟焖10分钟,出锅前加两块红糖,少许纯牛奶,搅晕一下就可以喝了,味道不输奶茶关键还很健康 正是黄桃上市季节,做个应急小甜品,黄桃加冰糖,两斤水煮到黄桃微软,再加60克白凉粉继续煮融化,倒入碗里放凉凝固就是黄桃果冻了,冰箱冷藏一下更加冰爽好吃,快试试吧 家里有孩子的,一定要学会这个裙带菜虾丸汤,汤鲜味美,做法还很简单,新鲜的虾仁加几片胡萝卜,一起剁成虾泥,加点盐,胡椒粉,生抽,一起拌匀调个味,放入裱花袋备用 裙带菜冷水泡发,只需要一点点就能泡发一大碗,锅中油热下入两个蛋液炒散,放入裙带菜翻炒几下,再加入82年的矿泉水煮至微微开,这时候一粒粒挤入虾滑,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,能否给个小爱心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,最后把汤煮至沸腾加盐调味即可,如果你 很多人鱼头买回来不是红烧就是清炼,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,而且更好吃,新鲜的鱼头是不需要腌制的,只需要在肉厚的地方打上花刀,锅底搓上洋葱,金针菇,放入鱼头,碗里放姜末,蒜末红椒,拖肉油炸香,放一小包这个酸汤料,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,搅匀后均匀地铺在鱼头上,拌瓶快过期的啤酒趋清风香,口盖焖煮10分钟,酸辣开胃,喜欢营业试试 我告诉你啊,要是学会了这道木瓜牛奶稀米录,老婆一定更爱你,木瓜切块备用,水开下稀米,煮20分钟关火再焖20分钟,煮到晶莹剔透完全透明后加入木瓜,冰糖,牛奶再煮两分钟,好喝的木瓜牛奶甜汤就做好了,冬天来一碗热乎乎的 土豆刨丝,胡萝卜丝,西葫芦丝,葱花,四个鸡蛋,加入一包煎饼粉,搅拌成面糊,锅刷油倒入面糊摊匀,小火煎至一面定型再翻面,非常的松软,真材实料的蔬菜煎饼,给小朋友当早餐特别营养 秋冬天容易皮肤干燥的女生,一定要来安排这个木瓜牛奶稀米录,锅里水开下稀米,煮30分钟后还有小白点时加入木瓜,继续煮2分钟关火焖20分钟,最后加冰糖,纯牛奶,搅匀就可以喝了,热乎乎的,非常香甜好喝 绿豆稀米录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甜品,但很多人稀米煮不好,先把绿豆清洗干净,倒入锅中,加半碗稀米,几块红薯,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,水要多放点 煮30分钟关火再焖20分钟,这样做的绿豆稀米录绿豆开花,稀米无白心,秋天来上一碗润燥又去火 香蕉插上牙签,瞬间变成一道小朋友都爱吃的零食,麦酥里糯,特别好吃 香蕉像这两切成小段,碗里打一个鸡蛋,一包脆皮炸粉,少许水搅拌成糊状,再来点食用油让它更蓬松,裹一层脆皮浆,6成油温下锅炸,炸至表皮微黄酥脆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炸香蕉一口一个酥脆好吃,香蕉这样做,小朋友都残哭了,香蕉切小段,淋上蛋液,准备面包糠,均匀的裹上两层,又成油温下锅,炸至外壳酥脆,脆皮香蕉完成,孩子们超爱吃的 家里有山药的,你就安排这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,既可以当零食,还可以当饭吃,山药去皮后切成小段,上锅蒸熟,蒸熟后加点牛奶,压成细腻的山药泥,再随意凹个造型 一勺蜂蜜,一勺蓝莓酱,一勺温开水给它和和匀,淋在山药上即可 快过年了,年夜饭上一定要安排这道白酌生菜,寓意生菜,水里加一勺盐化开,放入生菜泡泡洗去表面残留,碗里放辣椒丝,蒜末,和一勺热油炕香 做白酌菜这个白酌汁很关键,它是调制好的,用来做白酌虾白酌鱼都非常好吃,水开放盐,放少许食用油能让生菜保持翠绿,烫个十秒迅速捞出,最后离上调好的料汁就可以上桌了,非常的脆嫩爽口